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發達廣場環節 新美嘉賓爺下Jason Jason你好 先看看本港股市的反應 升近154點 最近20366點 國企指數升近105點 最近11,052點 成交暫時有108億 期指升近173點 最近20189點 低水是84點 成交率有15,000多張 看到本港方面 李克強訪問香港 亦說了不少言論 今天一系列的政策出台 支持本港經濟 雖然還未說 但另一類的金融股 證券行有炒作空間 看到編號218的新銀曼國 現在升近7% 做2.57 另外 第一上海 227都升近7% 做7.7 另外海通國際都升6% 做3.8 而國泰軍安方面都升近4% 做2.72 一眾內地都有投資的證券行 看到有些炒作 怎麼看 大家都在期望 究竟副總理會帶什麼禮物 給我們香港 其實他來的時候 曾經有暗示過 無論在人民幣的業務上面 債券的市場上面 甚至大家最關注的股票市場上面 都有些措施 帶給我們香港 支持香港整個金融業的發展 也有些傳聞說到 究竟會不會借著這次的機會 重新說回 之前都叫做有提過 但是沒有什麼 怎樣去具體落實的 小QF的政策 又或者更加是令人期待 所謂港股直通車的政策 如果你說真是 未來的時候 李克強真是表達到 這個意見出來 又或者真是 說到明 未來真的有機會 開通這個港股直通車 又或者完全是 具體落實到 小QF這個政策 毫無疑問 對於這些券商股來說 一定是最好的禮物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始終你說要港股直通車實行的話 其實背後的難度 或者要求的一些細節 是非常之複雜 還有說一定要將兩地的金融體系 要一個比較大的融合之後 才能夠做得到 另外你說人民幣的業務 人民幣的債券 我相信再推出的機會 都是非常高 但是這方面的產品 其實一直以來 香港那些金融的機構 無論是銀行也好 又或者這些是券商也好 其實都是正在做的 但是最大問題是什麼 始終現在香港方面 整體人民幣的存款 都不算特別大 另外就是 市民上面 一般的普羅市民 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 人民幣產品 包括就是 一些人民幣的計價的股票 ELN 又或者債券等等的產品 其實熟悉的程度 都不是說那麼高 所以就算你說多了這些產品 真的推出都好 究竟你的宣傳做得夠不夠 又或者你的教育做得夠不夠 等等的因素 才會令到 本港方面可以更加把這個產品 或者這些業務 做得比較普及化 如果你說這個普及化的步驟 做到之前 我相信這些商股 實際上的業績 就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反而這次的炒作 都是一個叫做消息面 借助一些有機會出來的消息 又或者借助一些市場上的憧憬 去炒起股價 所以如果大家要跟進的話 都指而做一個叫短線的部署 一旦這個消息叫炒完的時候 見到估計 差不多升到頂了 或者是升到頂的時候 見到沽壓比較大的時候 都一定要記住 要落到車 不要說只會上車 但又不會落車 好 李克強也表示 將會支持 香港發展金融業 包括容許內地成立港股組合的ETF 也會繼續支持 內地企業 來到本港上市 李克強在論壇上表示 將會容許建立本港人民幣回流機制 包括容許香港企業 人民幣資金 以FDI形式 到內地投資 以及以小的QFII 初期規模 200億人民幣 進行 其實如果有些 他亦表示 支持 日本港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發展 亦會將國債發行設立 長遠制度安排 逐步擴大 發展規模 亦容許內地企業來香港發人債 亦擴大發債規模 如果真是支持 香港成為離外的人民幣中心 第一受惠是否都是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 毫無疑問 香港仍然是一個 獨家人民幣的 離外人中心 又或者中銀香港 能夠繼續成為一個 獨家人民幣的清算行 業務只會越來越大 但都是那句 其他人民幣產品 包括近期都說到 人民幣債券等等 究竟能不能在香港做到普及 還是需要時間去證明 始終現在香港本地的投資者 對於債券這方面的投資產品 不算太熟悉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之前說 香港政府發行的 i-bond方面 那個回報率 那麼吸引也好 但實際上 認購的反應 不算特別理想 大家都說 反映 市民的心目中 其實可能 投資產品 來來去去 只是 股票 又或者做一些 定期的存款 又或者可能 再進取一些 做一些環球的 股票的基金 等等 這些產品 如果你說 真的要做到 其他人民幣計價產品 都能夠 在香港普及的話 都是那句 除了你說推這些產品之餘 都一定要加強投資者的教育 好啊 見到本港的幾間銀行 今天的表現都算不錯 因為你看強都說 會放寬 香港的銀行 參與內地的市場 看到中銀香港 現在升1.3% 最近是19.8 另外 東牙銀行 23號也升得比較多 升1.7% 最近是29.2 另外 匯控現在升1.68% 69.5毫半 另外看渣打 2888 升0.9% 最近是180.4毫 這些 衝勁 我們稍後 等言論出來 我們再詳盡分析 但其實 會否說近期 買什麼股份 會好些 看到市房 好像是 急跌下來 現在是否要 暢定 如果你說 純粹看這幾天的大市 的而且確 正在做一個 所謂技術性的反彈 究竟這個反彈 可以維持多久呢 又或者 反彈的幅度 可以去到什麼位置呢 其實大家都 還適宜 比較審慎 去看 因為見得到 其實 之前那兩天 大市 雖然有個 升幅 也好 但是實際上 上升的時期 成交額 一直都是跟不上的 還有 都見得到 說的是 恆治 昨天升到上 十天線附近位置的時候 亦都會有個 掉頭回落的情況 就算 讓你今天借著 李克強 說的話 可以再炒多一陣 也好 但是上回去 接近二萬零八百點 至二萬一千點 這些水平的時候 這個阻力位 能不能夠 第一時間 去衝破呢 我相信 機會 不是太大的 雖然 現在大家都 有很多 憧憬 包括 李克強 帶點禮物來 憧憬 美國方面 會推出第三輪的QE 又或者憧憬 歐盟那邊 可以有一個 叫做 落實一個 解決的 歐債危機的方案 等等 但是這些 憧憬 其實暫時來說 都只是一個 叫一雙情願的 一個是等待 當那些利好消息 真是未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 不應該說 抱一個 太大的期望 反而如果 你看回一些 外圍的 經濟情況 近期 美國出來的 經濟數據 都是不斷 轉出 疲弱 甚至乎 歐洲區 昨天出來的 GDP的數據 包括德國方面的GDP 又或者整個 歐元區的GDP 都遠遠 比市場 預期 都可以 預期得到 今年下半年 歐美方面的經濟前景 仍然有機會 進一步下滑 所以大家 投資股市的時候 我會覺得 都是以一個 審慎的態度為主 買貨的時候 都不應該說 買太多 買貨 都要選擇 個別的股份 業績好 或是一些基本因素 仍然沒有改變的股份 會好一點 Jason 我們這次時間 都差不多 再一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發達 廣場的環節 各位觀眾 可以繼續 擁若打電話 和發電郵給我們 稍後再談 再見囉 感谢观看